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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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父亲崇尚勤俭持家 再加上这几年战事吃紧 娘便很少买翡翠饰品了 今夏见陆毅还记得母亲的喜好满意地点了点头 和尚礼物和笑着摸着自己的肚子 调侃道 孩子呀孩子 将来你也要像你父亲一样孝顺我 陆毅只觉得这话不对劲 没风微醋 我看你最近是有些得意忘形了 居然敢调侃我 啊 今夏随即反应过来 笑道 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猜不是那个意思呢 看你那个坏笑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 陆毅瞥了一眼惊吓 调侃道 我说不是便不是 你又不是我 你哪里知道我的意思 我不是你 我也知道你的意思 两个小夫妻俩一边开着车 一边笑着 调侃着 这或许便是他们之间沟通的方式 这或许便是他们之间的甜蜜 陆夫人的寿宴 今夏和蓝夜都送了礼物 除此之外 离家一派人送来了寿礼 大家看着陆荣开心的小模样 忍不住调侃一二 到底是小姑娘 脸颊飞红 害羞得不敢多言 寿宴上 蓝夜闻到于腥味 不受控制地呕吐起来 陆光一脸紧张地看着蓝夜 不明所以 他这是怎么了 他的身体一向很强健的 又不挑食 为何这次会想要呕吐吗 不会是中毒了吧 正当陆光担忧地胡思乱想时 陆夫人突然间笑了起来 安抚陆光道 傻孩子 紧张什么 快去叫大夫去 若是我没有猜错 你快要当爹了 陆光疑惑地问道 可是弟妹没有吐 陆夫人解释道 每个怀孕的女人反应不一样 下下是没有反应的 否则怎么会被发现这么晚 快去找大夫 傻愣着做什么 陆光听后 立刻跑了出去 看着大哥慌里慌张的样子 陆一一提他开心 嘴角微微上扬 巧声道 看来 大哥最近也没少努力 惊吓听后 红着脸 凶道 胡说八道什么呢 若被大哥听见多不好 陆一怂了怂 小声道 这么久以来 都是大家吐槽我 现在 终于轮到大哥了 惊吓嘀咕道 你这是童心未敏呢 还是小赌鸡肠呢 陆一在惊吓的腰侧掐了掐 没封一条问道 你说呢 我看你是小赌鸡肠 惊吓故意气陆一道 陆一听后 在惊吓的腰侧又掐了掐 正巧 这一幕被陆夫人看见 她忍不住称怒道 陆一 你多大的人了 惊吓怀孕了 你不知道吗 还这样没情没重的 惊吓见陆一被批评 冲着她偷偷地得意地笑了笑 大有一副有人替撑腰的模样 或许 这便是幸福吧 陆家的双喜临门 让众人皆沉浸在幸福之中